侯友宜同志 作为中华民国第十六届总统候选人 全体起立鼓掌不到五分钟 国民党全在会正式通过 侯友宜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员 说要来的韩国瑜也现身了 侯友宜特别点名韩国瑜 更没忘了赴送韩式金句 韩国瑜起身致谢 不过接下来 侯友宜眼睛都离不开字幕机 大好机会的造势场 侯友宜不仅频频瞄前方两侧字幕机 明明是主角 但致辞时间 却跟党主席朱立伦差不多 要营造大团结 恐怕也要看自家人态度 不仅先前被认为 对侯友宜很感冒的傅宽奇 在大家喊口号握拳时 傅宽奇只有微微拍手 他的太太化人县长徐真卫 更直接缺席 另外屏东议长周典论 新竹议长许修睿 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前主席吴敦毅跟郝龙斌等 也都没到 现场当代表座位 四处空荡荡 国民党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过去有很多的留言 非语那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我们怎么样 跨出大步 能够接纳各方 我们更欢迎柯市长 甚至郭董市长 明明是猴的场 傅宽奇却偏要提柯郭 国民党不换猴 虽然正式定谋 但蓝银是真团结 还是假团结 谁都说不准 这里我黄银城这款 最后SNG组 是不懂